控制台里面连接上Redis的客户端 我们可以继续验证一下 验证之前我们可以先到 控制台里面连接上Redis的客户端 就是Redis Z12这个东西 连接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当前我们Redis里面的K 就已经清空了 是我刚才已经自己 就是自己清空了 清空完之后我们会 更加方便的去演示这个事情 如果里面带了很多东西 我们是看不清楚的 然后这个Redis已经清空了 然后就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Session是不是真的随着Redis里面去了 接下来我们打个浏览器 去访问这个Loghost 8080 就是访问这个NGX代理的那个前端 访问他的时候 就是访问这个index.html 访问他的时候 就会去访问试试 好这个就去访问这个接口 访问这个bloglist的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就会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访问这个接口 然后访问这个接口之前 肯定就是走前面的中间键 就会走到Session这个地方来 Session这个地方 他就会把单向的Session送到Redis里面去 好这个时候访问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确实有个值是吧 这个值我们可以 get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 好 它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一些空会的一些设置 是吧 然后AP only 然后AP only Path 什么Xpire MaxAge 这些 其实没有什么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登录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这个login里面来 我们执行一下登录 张三 密码123 然后登录 好 登录完之后 这个前端先不要管它 登录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个值 我们可以再重新看一下K K还是这个K对吧 然后我们重新看这个值 大家看这个Redis里面就有了 就的内容等于张三 然后real name呢 real name肯定就是张三的这个汉字的名字 对吧 大家看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说明我们这个Redis 真正的是已经 这个Redis真正的已经存储了Session的数据 然后他们两个呢 也真正的已经连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做这么一个测试来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Redis口端了 然后关着它 好 这样的话 大家看这个登录 登录 第一个 我把这个 打开这个user.js 我把登录这个逻辑实现了 是吧 登录完之后 我还放到Session里面去 以及呢 我们这个Session和Redis的这个逻辑 就已经实现了 当然前提是Session已经实现了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写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录制解开 就是如果网站员界面的话 如果query里面是网站员的话 然后我们就 这个login check 还没有写 对吧 login check 还没有写 然后先不要管它 然后我们至少是可以写这个author等于request session.nam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因为这个Session我们已经有了 对吧 而且登录完之后 这个user name都已经存存到Session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至少这一步是可以写完的 对吧 至少这一步是可以写完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 接口的时候还需要什么东西 和登录相关呢 还需要个登录胶验 对吧 就是那个我们一直提的那个中间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在blog express里面新建一个目录叫midware 就所有的中间键我们都放在那里面 好 建完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建一个login check的本件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error model给它 就是model里面的这个error model给它引用一下 因为会用到这个error model 好 require model response model 好 引用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直接去输出一个中间键的一个函数就行了 这个比较简单 model.expose 输入称request response next 对吧 我们说过中间键是这么一种参数的格式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判断request.session.username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和我们刚才写的这个login test是一样的 就是判断request.session.username就可以了 就如果有这个的话 就证明它是已经登录了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证明它没有登录对吧 如果有这个就执行next 对吧 就执行next就好了 就它已经登录了 当然return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就执行什么呢 就response.json 然后这个不用写对象 直接你有一个error model 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一个内容叫未登录对吧 大家看这块 这个我们先保存一下 这个和我们一开始讲中间键的时候 打开这个request test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曾经模拟过一个登录验证是吧 大家看一下 而且模拟的还是一步的 还多了一步 模拟登录验证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如果登录失败就返回一个失败信息对吧 如果登录成功呢就直接去next 这块和我们现在讲的这块 是不是完全一样 是吧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好 登录中间键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这个之后 到这一步 到这个login check这个js这个文件写完 我们express里面和登录相关的内容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blogs里面 把各个接口都写完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 在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